我們先講一下這個專案怎麼儲存跟打包 您先從上面這裡來 你可以選案這個磁碟片 也可以選案檔案裡面有沒有個儲存專案 那麼它的副檔名叫PDS 但是我們一般視訊的這種剪接軟體 它的專案都不會包含你所有的內容 它就是幫你記錄說 你用了哪一段影片哪一段音樂 然後你做了什麼特效就這樣子 所以呢你如果存在這邊 比如說我叫一個TEST 好我先把它存檔 你會發現它的檔案好小好小 好你看一下 這裡 有跑出來了有沒有在這裡 你看滑過去有沒有3.57Mbps 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呢你看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都用同一台電腦編輯這樣OK 但是你如果要拿回家或拿到不同來編輯 不同來電腦編輯這個時候 就要請你多做一件事情 有沒有叫輸出專案資料 因為你的資料有沒有可能來自下載 又是放到低潮放到西潮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呢你利用這個叫輸出專案 它可以怎麼樣 幫你把你有那個素材通通收集到一個資料夾裡面來 你就帶著這個資料夾回家 那麼下次在你家電腦打開 它就是OK的 等於說他把原本的絕對路徑變成什麼 相對路徑都收在同一個資料夾裡面 這樣你才有辦法繼續編輯 所以我們就來這邊 你看從這裡 輸出專案資料夾 這個時候請你給他一個資料夾 比如說這個是我的威力導演專案 好那你就告訴他 我點到這個資料夾 選擇這個資料夾 他開始把你用到的圖片啊 聲音啊通通扣進去 專案檔會把你放進去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回到我們桌面上 有沒有多一個資料夾對不對 點開 你所有有用到的 有沒有檔案都在裡面 包括我們標題不是用這個吧 那專案檔我們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專案檔 所以你就必須要用這種方式 才可以完整的把你的檔案 帶到不同電腦去做編輯 一定要注意一下這個喔 不然的話你只帶這個 我也只能跟你講 Sayonara 下次再來 好OK